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纪大的人在一起聚一聚并不是坏事 可以互相照应 如果有兴趣爱好 大家都在外头说话 在餐馆聚餐 在公园散步 在空地上跳广场舞 家是一个相对私密的地方 除了自家人 别人随便进出不见得是好事 最可怕的是 一些老年人引狼入室 丢了钱也丢了感情 再则 老年人在家做饭 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家里有很多人吃饭 主人肯定会累到腰酸背痛 更可惜的是 有时客人还会嫌弃饭菜太差 对老年人来说 最好的生活 就是清清静静地过日子 不要随便被人打扰 也别去打扰别人 人过六时 拒绝以下几种人来家里串门 也尽量别去他们家里串门 避免晚景凄凉 第一 自以为了不起的老同学 很多老年人喜欢参加聚会 大家都想看看老同学长成啥样了 生活有什么变化 同学聚会表面上很热闹 其实是那些喜欢显摆的人在唱高调 把自己吹成了大神 更可惜的是 一些一辈子没有混出名堂的同学 被别人碾压 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六十多岁的人 事业已经到了尽头 身体也走下坡路了 还在互相吹捧 有什么意思 让那些自以为是的同学 自吹自擂吧 不和他们交往便是了 第二 瞧不起人的亲戚 网上有这样一句话 亲戚也就是亲戚 也仅仅是亲戚 一般来说 亲戚就是有血脉相连关系的人 亲不亲都是丢不掉的关系 作为六十多岁的人 也是长辈了 这一辈子有没有做出成绩是一回事 别人是否尊重是另一回事 那些屈炎腹势的亲戚 表面上喊爷爷奶奶 做出毕恭毕敬的样子 其实瞧不起 认为是一个穷亲戚 这样的亲戚和他交往 他只是在面前吹捧自己 然后让儿女都抬不起头来 互相串门就大可不必了 何必看亲戚的脸色呢 第三 曾经天天见面的同事 老同事曾经天天在一起上班 有合作的机会 也有吵架的时候 还有互相算计 抬杠的时候 永远不必把同事当成朋友 不管同事对你多好 多半是表面上的好 在利益面前 同事就会原形毕露 大家都是为了升职加薪 凭什么要礼让 同事其实是因为某种利益 不得不在一起共事 退休了 人走茶凉 何必再和同事扯不清呢 第四 给脸色的上司 有一位先生 退休之前 在一家事业单位上班 他的上司对他并不友善 但是为了谋生 他不得不低头 上司喜欢打麻将 因此他就投其所好 陪上司一起打麻将 当然 打麻将是假的 鳄鱼奉承是真的 他常常输钱给上司 让上司开心 退休之后 他碍于面子 还会常常去 原来的上司家里打麻将 他的妻子非常气愤 凭什么要输钱给他 还想提把 做梦吧 妻子一句话 惊醒梦中人 他下定决心 和上司断交了 老上司要尊重他 但是要看这个人是谁 人品如何 一辈子看人脸色 真的没有必要 退休了 就更没必要了 第五 哀声叹气的老人 年过六十 谁没有一点点小病痛 谁对儿女没有抱怨 可是叹气有什么用 还是要往前看 把身体保养好 让心态变好 身心健康的老人 才会尝宁富贵 第六 唯利是图的伤人 为什么很多老人容易受欺骗 说到底 就是过分相信那些不良商家了 很多商人为了赚钱 使出了一些阴毒的招数 比方说 过分吹捧某些东西的价值 让老人以为是宝贝 用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来欺骗老人 人过六十 要学会捂住钱袋子 对于那些推销东西的人 要小心一点 不要让他们进门 更不要去他家做客 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常常会看到 有一些人专门上门 推销一些保健品 口舌灵力的推销员 说得神乎其神 似乎一片药丸 就可以让人变神仙 很多老年人就上当受骗了 年轻人一定要多关心 自己家的老年人 尽防他上当受骗 损失惨重 这年头 一些骗子 专门盯着老年人的钱袋子 让人防不胜防啊 人过六十 不管别人来家里 推销什么东西 都要拒绝他 起码要多长一个心眼 别轻易掏空自己的钱包 如果是熟人来推销东西 也不要随便相信 有一种社会现象 叫杀熟 也就是利用熟人 好讲话的特点 向对方推销东西 打消顾虑之后 狠狠地赚钱 比方说 某样东西 卖给陌生人是一块钱 卖给熟人却是两块钱 因为熟人更容易彼此信任 人过六十 都有一种 偿命富贵的想法 可是生老病死 是自然规律 两者互相矛盾 无法平衡 真正偿命的人 是心态好 真正富贵的人 是心灵富有 别以为吃吃喝喝 就会长寿 乱花钱 就是抚养自己 拒绝推销东西的人 来串门 少花钱 也会减少家庭矛盾 第七 多年没有来往的老熟人 试别三日 当刮目相待 很长一段时间 不见面的人 可能会混得更好了 让人难以置信 可是 别想多了 很多人 过一段时间 就变坏了 甚至变成了一个 无恶不作的人 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有一位老伯 在省城的时候 遇到一个老乡 两人用家乡话聊天 倍感亲切 大伯把老乡 请到家里吃饭 酒足饭饱之后 老乡离开了 顺手就带走了 一条金项链 老熟人 多年不来往 就不要来往了 不要用当初的眼神 去看他 要学会怀疑他 第八 无缘相守的恋人 过去爱过的人 也就不要当真了 哪怕是约定了 要重逢 也随缘吧 知道对方过得很好 就心满意足了 如果对方过得不好 也不要常常去帮助他 毕竟和他不是一家人 对无缘的人很友善 还请他来家里做客 让儿女和爱人 如何做人 去无缘的人家里做客 怎么让家人放心 想一想 爱过的人 跑到家里来了 怎么会是好事呢 哪怕是和他一起吃顿饭 都会引起轩然大波 可能因此毁掉婚姻和家庭 学会一刀两断 和老伴牵手到老 和儿女好好相处 不要弄丢了家庭 损失了福气 人老了 要懂得互不打扰的 社交潜规则 人老了 失去了老伴 日子就难熬了 第九 借钱不还的人 莎士比亚说 不要借人钱 也不要问别人借钱 借人钱的结果 往往是人才两空 六十岁的人 留下一笔养老钱 真的不容易 就是儿女找借钱 都要推三组四 别把自己的钱包掏空了 以后想找儿女还钱 还要看儿媳和女婿的脸色 俗话说 无事不登三宝殿 一些长期不交往的亲戚朋友 忽然找上门来 多半不是好事 在没有退休的时候 有人找 是冲着她的官位来的 希望帮别人解决问题 退休了 有人来找 也许是冲着她的钱才来的 借出去的钱 泼出去的水 真的要当心 如果发现有人来借钱 而且还是提着礼物来拜访 就要学会拒绝 起码要和自己的儿女商议一下 不要让自己的钱 成为了糊涂账 人老了 没有赚钱的能力了 要是钱借出去了 收不回了 向儿女讨要 也会遭受白眼 日子不好过呀 第十 拒绝说三道四的人 有的人喜欢说东家长 西家短 把亲戚朋友之间的关系 都抖了出来 还都添油加醋说出来 人老了 要少管闲事养精神 别卷入是是非非之中 比方说 有的人邻居家里丢了一条狗 他并不知情 但是有知情人士到家里来 把这件事告诉他 还说了很多猜忌的话 因此 邻居就会认为 他和这件事有重大联系 甚至会把他当成偷狗贼 人与人的关系不好 很多时候是因为人的嘴不好 很多事情 不知道比知道更好 别当长舌妇 别做传话人 别把闲言碎语当真 拒绝嘴巴多的人来串门 就会耳根清静 少了很多麻烦事情 第十一 拒绝好吃懒做的人 之前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个孩子自从大学毕业后 一直没有出去找工作 在家当啃老族 还嫌弃父母太穷 他的母亲常常向亲戚们抱怨 小勇太不听话了 太不争气了 亲戚们都劝他 要逼着孩子去打工 别一直拿钱给他 他却说 我不拿钱给他 难道让他饿死街头啊 他养了一个巨婴 自己受气 还花了不少钱 真的令人费解 人老了 千万别收留好吃懒做的人 不管他是谁 老年人不等于老好人 心善也要看对方是谁 救急不救穷 别把心穷的人 当成了家里的客人 学会拒绝是人生的必修课 年轻的时候 为了养家糊口 不得不硬着头皮和人交往 但是人老了 应该懂得回归 更加在乎自己 当然 拒绝别人要注意方式方法 不能过于生硬 要想打太极拳一样 委婉一些 但不留太多回旋的余地 不给别人很多的期待 人过六十 如何安度晚年 应该靠自己 要努力留下家庭感情 养老的钱 还要鼓励晚辈 做有出息的人 一个家庭 一代更比一代强 才会越来越兴旺 老年人身体健康 自己口袋里有钱 身边有老伴照顾 年轻人 才能够安心工作 年轻人混得好 才有赡养父母的能力 老年人 才能得到 更多的关怀 人生几十年 一环扣一环 别以为人老了 就百事不管了 对于串门的事情 还是慎重为好 都说人到了一定的年龄 就懂得了放下 是啊 一个人 特别是一个人到五十的人 到了这样的一个年龄 他们真的会有一种 五十而知天命的感觉了 人到五十 他们懂得很多东西 都要顺其自然 懂得了信如止水的生活 懂得了在淡静入水中 过好自己的往后余生 因此人到五十 已经懂得了 和一些不该拥有的缘分 挥手说再见了 也许你若安好 我不打扰 才是最好 因此人到五十 他们要懂得 及时断了这四种缘 第三种很难舍 真的很感伤啊 第一种 忽如其来的桃花韵 人到五十 他们已经和爱人 走过了多年的风风雨雨 在这样的一个年纪 男孩已经不再帅气 女孩也进入了 黄脸婆时代 但是多年的奋斗 他们却有着 不错的经济基础 只是人到五十的人 他们对伴侣的爱意 已经转化成了 血浓于水的亲情 爱情的新鲜感 已经不见了 这时候 如果他们身边 冒出一个 对他们很有好感的异性 而他们如果也 你有情我有意 那么他们就很有可能 被这忽如其来的桃花韵击中 结果身陷桃色陷阱 难以拔足而出 这对于婚姻的延续 将产生巨大的冲击 一旦他们的行为东窗始发 那么等待他们的 就很有可能是婚姻的解体 他们一定要果断拒绝 这样的桃花源 第二种 萍水相逢的一夜情 人到五十的人 往往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人 这时候 如果他们还常常出入 吃喝玩乐的娱乐场所 那么他们就要注意 那些风飞蝶舞的异性了 因为在酒足饭饱之后 如果他们身边围绕着一些 喜欢搞暧昧的异性 那么他们就很有可能 在酒精的刺激下 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从而愉悦情感和道德的底线 做出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发生了萍水相逢的一夜情 而一旦这样的一夜情发生 那么接下来 双方就很有可能会继续发展 最后难免会只包不住火 让他们的不当行为 打白天下 到时他们的背后 就很有可能是指指点点的议论 和难以抬头做人的羞辱感 因此人到五十的人 一定要懂得分寸 即使远离这种萍水相逢的缘 千万不要做出对不起家人的丑事 第三种 藕断丝连的感情债 也许在很多人年轻的时候 他们曾经有过一段两段 炽热的爱情故事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爱情 都有美好的结果 有的人即使在即将进入婚姻殿堂的时候 也会遭遇他人的横刀夺爱 甚至是恋人的无情离去 多年过去了 彼此都有了各自的家庭 只是当初那种最为甜蜜的初恋 却深深地唠刻在了他们的心里 于是在某个时间 彼此又偷偷摸摸地联系上了 开始了藕断丝连的来往 但是这种地下情势的情感往来 即使没有发生什么不该发生的故事 彼此心中还是会感到心惊胆战的 而一旦这样的行为被自己的家人发现 估计双方的家庭也会发生很大的矛盾 你若安好我不打扰 人到五十的人要懂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那种藕断丝连的初恋缘 大家要懂得及时断掉才好 第四种 家外有家的孽缘 这个社会纷繁复杂 有些人在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和社会地位后 就往往会温饱私隐喻 有些人在社会上行走 会结识一些形形色色的朋友 这些朋友往往是泥沙俱下的 人们要注意辨别和远离 如果一个人在社会上行走 结识了一些异性朋友 在交往中没有守住情感的底线 结果在自己的家庭之外 又有了一个新的家 而且还以此为荣 那么这样家外有家的行为 无疑是不道德的 也是不负责任的 一个人如果拥有了家外有家的孽缘 那么这样的行为一旦东窗事发 那他们往往会无法收场 最后落个人才两空 被家人嫌弃 最后晚景凄凉 往往是咎由自取 因此人到五时的人 一定要避免做出家外有家的傻事 才能确保自己的往后余生 过得平静祥和 你若安好 我不打扰 人到五时要断了这四种缘 特别是第三种缘 但人过六时离开了职场 回到了生活之中 往后的日子应该怎么过 一个人只要把自己的情感理顺了 日子就会像掉进蜜罐里一样甜蜜 如果把感情搞乱了 一团乱麻 那自己就会没有一天可以自在 因此说 要想拥有幸福的晚年生活 要断了上面说的四种缘 还要守住以下四种感情到老 这样才能让自己越来越有福气 一 家庭里守住亲情 《醒世横眼》里写了一个关于乱点鸳鸯腑的故事 宋朝时 杭州府有一个叫刘炳毅的人 养了一儿一女 儿子刘仆 女儿惠娘 刘仆在举行婚礼之前 忽然一病不起 准岳母孙氏柳神无主 她担心女儿朱仪嫁过去 可能没有几天幸福的日子 可是婚姻大事 不能随意出而反而 百般无奈之下 孙氏决定让儿子玉郎男扮女装 冒充新娘嫁过去 本意是去刘炳毅家里摸清情况 看刘仆到底有没有病好的可能 事不凑巧 玉郎一眼就看中了刘炳毅的女儿惠娘 并且惠娘也有情有义 谁知在他们牵手的时候 被刘炳毅瞧出的端倪 孙氏的轨迹被拆穿了 两家人的感情错位了 应该何去何从 在地方官员乔太守的调停下 两家人终于亲上加亲 刘仆和朱姨 玉郎和惠娘结为夫妻 有道是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作为老人 应该要尊重儿女的意见 让他们自由恋爱 好好建立小家庭 而不是强行阻拦 也不能管得太严 只有儿女的小家庭很温暖 父母才能分享一部分温暖 同时老夫老妻要牵手同行 不要把爱情弄丢了 团结友爱 一家亲 和和美美 过日子 就是几代同堂的福气 至于家庭里的过节 那就一笑而过好了 二 社会里守住性情 什么是性情 此意是人的秉性和气质 性格脾气等 古人说 人之初性本善 真性情一定是善良的情感 不管对待家人 还是对待外人都一样 随着时代的变化 很多老人都享受到了退休的待遇 每天都可以过无忧无虑的日子 可是 很多老人闲来无事 就到处晃荡 爬到树上去照相 踩到雕塑上去摆姿势 趴在地上拍照等不文明行为 时常会有 老祖宗告诫大家 德不配位 必有灾殃 老人应该树立道德典范 这样的话 才会人见人爱 感悟到人间的温暖 虽然 老人不一定能做出轰轰烈烈的大事 但是可以从小事做起 利索能及地帮助别人 比方说 在马路边 及时拉住随意过马路的孩子 在公园里不大声喧哗 帮助小区里的年轻人照顾孩子 当身边的人 常常对一个人竖起大拇指的时候 他一定会眉开眼笑 服从心来 三 生活中守住闲情 有一个词叫闲情意志 也就是告诉大家 要充分利用时间 让自己多一些爱好 懂得享受时光 有一位作家说 萝卜和白菜 是一场烟火的恋爱 豌豆和小麦 是互相守望的姿态 粗茶淡饭 被认真一琢磨 就变成了浪漫的烟火器 田地里的自然景色 也有了诗意 人老了 就应该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 唐朝时 陆宇是一位很爱茶的人 他把煮茶分为三个阶段 一沸 二沸 三沸 一沸 二沸的水 味道不好 最好不要 三沸才要 到了三沸的时候 水就在茶壶的边上 慢慢跳动 就像泉水涌动一般 有一次 陆宇和刺石李继青 一起在扬州喝茶 煮茶之前派人去杨子江中心去取水 办事的人图简单在江边取水 陆宇把茶放在嘴边 说 此为近岸江中之水 非南陵水 江中和岸边的水 一清一浊 一清一重 差别甚远 人啊 只要在某一方面执着的研究 就会抵达很深的境界 人老了 发展爱好 执着爱好 生活也会乐悠悠 简单的事情里 也会透露出智慧和哲理 四 社交上守住无情 有道师 孤独就是篱笆 有了篱笆 才能有自己的原地 老年人的生活 不需要太热闹 而是清淡为好 并且很多社交 都是利益交换的关系 在一个人离开职场的那一天 就要舍去 还有一些亲戚朋友 私信太重 把社交当成了一张感情牌 如果别人不能帮助他们 随时都会翻脸 在礼尚往来方面 也非常计较 如果别人的礼物不够分量 就会被他们嫌弃 随着年纪的增长 在社交上做减法 留下几个真心的朋友 可以互相帮助的亲戚 就行了 圈子小了 反而更加温馨 把面扇心黑 唯利是图 贪得无厌 屈炎腹势 是强凌弱的人 都从身边赶走 看似无情 最有情 实色 性也 人是草木 一草一木 皆是情事 认真想一想 在人们的血管里 有多少情 父母生育的情 兄弟姐妹一起长大的情 同事合作的情 朋友帮助的情 儿女孝顺的情 米饭暖胃的情 汤汁润沸沸的情 清朝文人张朝 在幽梦营里写道 物各有藕 你必与伦 梅瓶梨花 海棠佳兴 荔枝沉樱桃 万物皆有情 只是人们活得太匆忙 把他们忽视掉了而已 梅花品行清高 梨花品行富贵 相得一张 海棠艳丽 兴花清秀 它们是一物降一物 荔枝和樱桃 都是树上的果 有得一拼 似乎文人喜欢乱点鸳鸯谱 但认真想一想 还真是那么回事 世上所有的情感 都是般配的 正所谓 不是冤家不巨头 大家一定要珍惜 自己身边的情分 守住上面的四种感情 让自己幸福到老 只要一个人懂得取舍 情分和福分 就会互相转换 也是相辅相成的 愿大家懂得 家庭和睦是福 行善积德是福 一日三餐是福 三五知己是福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想看更多精彩内容 记得订阅点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